在中国的传统观念中,师徒传承是一种亘古无变的代际关系,而随着社会的发展,神迹交往的平等观念替了代际传承的师徒关系,而这次芒果综艺重新出发,充施传统的师徒关系,让年轻人跟着老辈体验不一样的生活。 赞与拜师的友大张伟,于小光,刘雨宁,以及董思成,身份不同,但都是以徒弟的身份寻访意见名师,而第一期拜访的师父就是著名演员牛本老师。 近年84岁的牛本老师,住在老年公寓里,在影视圈忙碌了一辈子的老演员,最后选择在这里度过晚年,节目一播出就引发了很多人对这种老年生活的热议,毕竟在很多人的观念里,住在敬老院的老人大多数都是家里子女不孝顺的,但在年逾80的牛老师看来,这种生活方式却是他喜欢的,一边是青春年少的流量小生,一边是年逾古稀的茂迪老人,这两代人在真实的相处中也摩擦出了各种各样的火花,很明显的能看出两代人的差异, 不管是饮食习惯还是为人处事的方式,但老顽童牛本老师却在自己的节奏里越活越年轻,带给自己快乐的同时养着四位徒弟放松了下来,在三天两夜的同吃同住中,两代人的观念也在发生变化,看到大张伟在车上偷吃那段,就像小时候瞒着家长偷吃零食的感觉,两代人的思维方式和处事习惯也在相互影响,不少网友表示,看完突然想爷爷了,虽然总是唠叨你这个不好那个不好,但有这样一个同心未敏的老顽童在又何尝不是一种幸福?